谢谢主持人 总理您好 我是来自新京报的记者 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在多个场合 从力挺电子商务和快递等新业态 我很想知道 您个人从网上买过东西吗 如果买过 最近一次买的是什么 另外有人认为网购会冲击实体店 对此您怎么看 谢谢 可能在座的在场的各位啊 都有网购的经历 我也不例外 我网购过 最近啊 还买过几本书 书名我就不便说了 并远有做广告之前 但是我很愿意 为网购快递 带动的电子商务等新业态 做广告 因为它啊 极大的带动了就业 创造了就业的岗位 而且刺激了消费 人们在网上消费啊 网上热情比较高 至于网购是否会冲击实体店 我听过这样的议论 开始也难免会有担心 但是啊 我曾经到网购店 集中的村去看过 那里 八百户人家 开了两千多户网店 你可见啊 这个创业的空间 有多大 同时呢 我又到附近 一个实体店 集中的市场 我问他们 有没有担心 实体店的老板 给我看了 他也开了网店 而且呢 把自己实体店的状况 排成视频上网 他说我这对购物者来说啊 更有真实感 更有竞争力 可见啊 往上往下互动 创造的是活力 是更大的空间 不过我也想到 今天是315 是保护消费者权益日 不管是 往上还是 往下的 实体的店 都要 讲究诚信 保证质量 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谢谢